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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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報名是不是接著請我們的這個宜台人來 首先來邀請那個許天才及許立委 謝謝 我們這個洪潛副市長 各位先進和語彈的夥伴 我這裡有準備一份書面 因為是說為何需要制定 才能股東發展特別的利益 我們強調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它不只是台灣的台灣 或是區域的台灣 它是世界的台灣 那一個世界的台灣 需要也有資格 來成立一個國際文化和城市 那當然我們是很簡單 因為我不是專家 所以我是這個 把我所收集 游覽過的資料 做成一個抽離 跟一個簡單的整理 所以從地理來看 台灣是四百萬人 那有一本書 那有一本書 非常有名 就是美國人類學家 寶貝斯·戴爾 他寫的 這一本專門的書 提到 台灣就有一章 它十七章裡面就有一章 專門寫台灣 然後我們從地理來看 台灣是四百萬人錢 才從海平面上升的一塊新的土地 它的位置 是歐亞大陸的邊緣 也是西太平原的一個界線 那剛才陳教授也提到 是在十五七世紀前後 世界海上強權變化的一個 一個臨界點 一般的 它的一個臨界點 所以有它 第五跟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然後在第五上 因為第四丁和齊 這個發生 所以在別半球的物種 都要往南移 那尋求比較溫柔的地方 所以要往海 這個方向來前進 所以最後都積極在台灣南上面 所以台灣變成 目前地球上 以單位面積來算 是物種最多面 種類最多的 最密集的 一塊物種寶負 那其他的天然景溫等等 我們就不用再贅述 所以台灣是 地球上一個 unique的地點 那從歷史來看 從歷史來看 人類的文明在發展 那大概 在航海技術 進步以後 那歐洲的 這個海上的大錢 產生 從葡萄牙 西班牙 到荷蘭 到英國 等等 那台灣 剛才陳教授提到的 這個時期是紀錄二十四年 荷蘭人到這邊來 開啟了這個 將近一萬人以上的 壁首延遲的 社會的輪圖 所以從這些影店 台灣是世界台灣 然後在這個歷史上 我們看他 一波一波的移引進來 那不管是什麼理由 有些是自由來的 有些是被強迫來的 有些是自己跑來的 有些是被帶來的 那以政權來講 在1996年前 通收喝怪來的政權 那這個政權呢 跟其他世界的 新大陸 或是新國家 又不一樣 這些政權分成兩種 一種是 這一個 戰爭勝利 他的一個強權 得益勝利 台灣 那一個是 在這個母國 打敗 吃袋仗 所以可以趕走 流浪政府 剛好分成兩倍 但是到台灣 都是官員政權 1996年 我們說 用現在的定義 人民自己選總統 要自己組織政府 那才是自己的政權 我們用這樣的 一個進步的定義來看 所以在1996年以前的歷史 然後 這個 16世紀 以後的 這個台灣 那在 1887年以前的台南 從這些 歷史地域的金五度來看 來看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台南是台灣的台南 台南不只是我們地區 台南地方的台南而已 他是整個台灣的台南 那整個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然後 然後 這些 心理的遺跡 這些 人文 文 這個自然 他所留下來的 這些習慣 他活動的 這些樣態 他 各種生活的方式 等等等等 整合起來 絕對有資格 成為一個 國際文化光榮城市 這是 好 在 條件上面 為什麼是 國際文化光榮城市 不是 隨便誇大的 自己自吹 的一個說法 說我們要 國際化 所以台南市 你要變成國際城市 因為台南市 可以搞文化觀光 所以 台南市變成國際文化光榮城市 就像台北市 他就說 他是國際城市 因為他是所多 他在世界排名地基 大家很清楚 那現在 他敢跟北京比嗎 他是台南敢跟京都比 我問台北敢跟北京比嗎 不過我們覺得有自信 台南可以跟京都比 對不對 所以就是 給他參考 那我在強調 我不是專家 所以不要用專業的 這種討論細節 等等 不是脫離出大方向大原則 所以我們要訂定大目標 我們要實現大理想 那其他的 這個細節 構成的 都就是要結合各界專家 以及各方面的知識 各單人共同來努力 然後這個成功的案例來講 我們副市長 他一直在四五個時代 他一直在四五個時代 跟我努力 然後 其實這一次 我們草案的 這個發展 特別可以草案提出 也是聯繫 聯繫 我們市政府 我在這個 這個四五個時代 做一些的努力 那些資料等等 包括參與的部分 我們現在留在四五個時代 我說沒有 我們就一直 一直把這個 當成一個使命 所以 還是一起 一直在 過過努力 那副市長 他因為退休 當教授 所以他就比較專職 一直他就變成這個論壇的 執行長 然後在草案 他也是主持人 執行人 所以這個過程 已經忙了半年以上 比專職還專職 比專職還專職 草案 要送出 要提到議員區 過程 也是很長的時間 幾個月 好多次的會議 那這各方面的專家 整合了 然後草案提出去 接著要 進一步的 來 推動 所以我們要 舉辦這個論壇 那也兩次的 正式的 這個所編會 那這 穿梭之間 等等的 這個談論 副市長 跟還有邱一言 媽媽很大 我這邊要特別講 那我這邊要特別強調 京都 他的發展 都是以日本的傳統文化 做基礎 當然不是被傳統文化 所限制 這一點重要 他還是不斷地 培養新的人才 創造新的 這個觀念 然後 產生新的價值 所以他在科技 在教育 在產業上面 他可以分東京 不一樣的 這個 邏輯觀 這個 哲學觀念 但是他發展出 他所謂的 日本 文化 為內容的 這個 國際 經濟 產業 產業的 競爭力 這一點是 監督 我們想想 如果沒有1950年的 這個建設特別法 有今天的監督嗎 我們今天的安平 因為我們集中 在安平的地方 安平很多地方 品質 已經超為監督了 剛才看到那個照片 新舊 他電線桿把它立下放 安平全部都做到了 我這一次到京都去 京都96% 他也做到 但是他的電線掛得非常整齊 很彈 這個 非常 一個電線桿上面 可能掛了好幾百條電線 掛很整齊 但是總體來看 他就是很難看 那如果像京都那樣進步的一個城市 然後就是 這沒有特別整理的一個樣態 拿到台灣來的話 我看那個城市沒有人要來 就像以前的台南市 你看垃圾堆有多少 你看雜草有多少 你看破屋有多少 離地浪啦 我們也會去刷 所以 京都的這個經驗 從上到下 從核心價值 然後 原則規定 到 實際的 行動 實施 都非常完整的系統 在這一段 我們真的要學習 那監督人口才140萬 昨天馬英九又在 特別提到說 我們 台南市只有187萬 還能是把跑到台北去的 跑到頂部去的 跑到頂部去的 出國去的 通教回來 搞不好吃 這一個五六百萬以上千萬 所以那是 你肉 所以人口外國 所以這邊是花祥地 當然他人口在外國 但是外國的過程 我們這邊不能 變成空洞化 不能變成電力化 我們的核心地位 我們的發展的中心 還是要重新鞏固 那我們也特別提到波士頓 這個 大家看到波士頓這個成功的一面 但是它過程 我看起來 我的感受 好像比我們海陸地下最害慘 比我們海陸地下最害慘 海陸地下最害慘 只有一個意外 有個功能 這個從鞭架上面掉下去 結果 一隻 體 那個 體一樣 從喉嚨這邊 從前面 刺到後面去 但是 它只在醫院裡 待了兩天就出院了 因為沒有傷到 血管 也沒有傷到神經 很神奇 只有那一個公安事件 所以 但是 現在 海陸地下最 你看 我們被起訴 然後 錢都拖了 這個幾年等等 然後那個工程 有一半的錢 是被污的 被污掉 不是真的做的 這我都有試劑 我們海陸地下這個 這個 內幕 專輸 最佣十位出 第一個 一定會出版 一定會出版 對不對 但是看到 波士頓 這個 他1998年 希望完成 1998年之前搞了幾年 希望用28億美金完成 結果到1998年之後 整個工作的成分 追加預算 一下子就追加到 這個 一直追加 追加到2007年 還沒真正完成 就已經超過146億了 所以 死了4個人 然後起訴了好多 好多人 那因為他裡面有偷空錢 要等等 這個看一下 我特別把這個資料找出來 讓大家 但是他們還是認為說值得做 沒有人在罵那個 Big Big 他們是連認得說 這Big Big 舊了Postbook 那為什麼 這個 再來 我們不要說 台恩寺 這件就好 你現在 弄特別條例 是要象徵 拿到特別的經費 那你目的是台恩寺 要特別的好 我們不知道你特別好 我們要公平 好 但是一樣 一樣 一樣就行 不要特別好 但是我認為 台恩寺 如果沒有這個 發展的特別條例 我們現在推動 要推動 準備推動 國土政府規劃 然後它的 區域整合 那這個區域整合 它是一般化 跟大規模化 可能高雄 台南 民間 整合在一起 所謂三個這個 所謂三個 三個發展區域 三個經濟圈 三個大經濟圈 那這一般的話 跟大規模的過程 可能保留的特殊條件 保留的特殊 這一個 異位 通過會毀滅掉 所以很多該保留 可能沒辦法保留 很多剛才重建的 剛才像陳教授 像 這個 事件廠 也說 熱燈車重建 我從來沒有反正重建 我是認為 台南的歷史 那個線廠 也要去破壞 因為它是堆積的 它是堆積的 不同的政權 不同的朝代 不同的地景之下 它是堆積的 像 熱燈車 像普羅密車車 它原來是 是荷蘭的建築 所以 經過政權的更替 經過颱風的摧毀 經過戰火的羅列 它一層一層 各位 現在只剩下地基部分 是荷蘭所建的 那上面的部分呢 有廟 有學校 有什麼 所以 這一點 要特別注意一下 台南的營利可 在世界上 找不到地獄 外面這個前來 不是 往新的土地開發 往外擴張 都是原來的地方 重點下去 撿便宜 就地 取材 就地利用 都是這樣搞 都是這樣搞 這個 這個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 有名不敢 那這有名不敢 這些發展出來 就是我們的特殊條件 所以 我認為 這一個古都 發展的特殊條例 非過不行 非成立不行 以上 這樣一個收聽 謝謝